从俄国的罗斯科夫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俄罗斯的老将斯密尔诺夫 那么德国的罗斯科夫呢是在上午的比赛当中突然七局 淘汰了 征战了多年 是非常的雄厚 这点还是很突出 他的发球 他的反手攻球 七局的话 非常高级 他当时和这个在德国的配队双打的时候 和大家还很熟悉他 也比较快 包括军心方面 在比辰作则 刻苦训练方面 尝试比赛有时候不上场 他也是要去公开赛当中 也打败了 他用反手去接 步伐比较快 正手进攻的威力也比较大 相对的来说 凯恩是苦战七局 战胜了韩国的年轻先生 高了 18年的时间了 我觉得就是说在17、18年当中能够 运动寿命保持的还是比非常长的 一剩一局 感觉十局右衣不如洛斯科夫 另外 顶先 实际右衣的他技术 反手技术比较差 防守的能力也比较弱 硬的利用他正手的 这个比较下腹 古战七局 战胜了韩国的年轻选手李行右 那么军 富 高了 包括省体育局合作 搞这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有 很多时候 就说一提起哈尔滨来 这一提起来 是不是黑龙江搞的 是不是隐关国体育 一来 第一来就非常支持 对 在困难的时候 能给予也是这个 举国体育 189 好了 我说的 让他打住这个球 全世界最好难受 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啊 还是比较接近 对 很多球他都打到4比3 4比2 而且 在这点上 中国啊 中美 你比如说有8岁的比赛 9岁的比赛 实际上话 就说 从整体看 中国的乒乓球是 群众基础 跟流水上有很大的关系 对 是占一定的上位 这个也差不多 又是一个节奏的变化 这样拿到了赛点 本场比赛赛点 罗托夫 退台 因为大比分领先 要表演几个 这样 我们一定要加上